江苏动物园牦牛发行后墙上母牛 母牦牛为保全贞洁宁死不屈 竟然带着胆子闯入虎猿躲避公牛 将近一千斤的母牛竟被老虎一掌拍断了几两股 吓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出了一身冷汗 那么动物园区的工作人员到底能不能就得吓这头母牛呢 事情发生在江苏一家动物园内 当时动物园正在扩建 园区刚刚引进了一批牦牛 打算修建一座牦牛园区 但因为装修工作尚未结束 工作人员就只能暂时把牦牛群 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场地内 这座临时场地紧挨着虎猿和狮猿 殊不知正是这个情况 才酿成了接下来的惨案 在工作人员将牦牛群安顿在临时场地之后 大多数牦牛都面面相去 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 可偏偏这个时候 一头供牦牛浴火焚身 难以把持 静直冲向了旁边的白色母牛身边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骑在了母牛的身上 打算直接墙上母猫牛 这头母猫牛毛色洁白 身材曲线优美 几乎是所有龚猫牛的梦中情牛 察觉到龚猫牛的不良举动后 母猫牛反应激烈 显然并不接受眼前龚猫牛的粗鲁行动 飞奔离开 可龚猫牛已经浴火焚身 燥热难耐 此时就想着霸王硬上弓 又怎么会轻易放母猫牛离开 其他龚牛看到这一幕后 也集体变成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追着母猫牛乱跑 可母猫牛为了自己的真操 竟然选择以身犯险 江苏动物园 猫牛发行墙上母牛 母猫牛宁死不屈 闯入虎猫人惹下大祸 竟然被老虎一掌拍断脊两骨 成了残废 看着不怀好意的猫牛群 渐渐向自己靠近 母猫牛情急之下 用牛角撞开了虎猫铁栅烂的大门 义无反顾冲了进去 要知道 虎猫中生活着十几只成年猛虎 当天还没有喂食 鸡肠碌碌的老虎们正在扎堆休息 却被突然闯入的白色牦牛给惊醒 其他公牦牛看到这一幕 吓得连连后退 他们知道 眼前这座园区之内 藏着一堆自己惹不起的家伙 而此时附近的工作人员 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赶紧上报园区 等到园长带人赶到之后 园区内的工作人员 早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敢上前 当务之急是要将虎猿 通向牦牛场地的大门关上 但贸然进入园区关门 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这群发情公牛的危险性 并不比老虎小 他们一个个重打千斤 锋利的牛角随时能取人性命 院长指挥工作人员 上前给牦牛群投喂食物 用以吸引牦牛们的注意 然后再给虎猿内投放大量生肉 将老虎引到一边 随后让一个胆大的员工上前 将大门紧锁 危险情况仍未解除 白色母牛仍然在虎猿与老虎对峙 工作人员虽然给老虎投喂了大量生肉 但是仍然有几只老虎 明显对眼前的活牛更感兴趣 没想到母猫牛接下来的一个举动 更是让人的心提到嗓子眼 江苏动物园牦牛发情 白色母牛不愿配合 擅自闯入虎猿躲避公牛 工作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虎王出场后 将牦牛一掌拍断脊两骨 在虎王出手之前 白色牦牛出生牛犊不怕虎 仗着一双大脚 做着准备攻击的姿势 连连将猛虎吓退几次 工作人员用长长的竹竿挑着生肉引诱猛虎 也还是无济于事 虎王的注意力始终放在牦牛身上 就在局面僵持之时 白色母猛牛突然发难 向虎猿的水塘冲去 想要与老虎保持距离 但半路却激怒了虎王 被大体格子的虎王截虎 一巴掌拍断了脊两骨 母猛牛被攻击之后 瞬间变成了残废 瘫软在了虎猿的水池中 而一旁的老虎看到有新鲜的牛肉吃 也不再吃地上那些索然无味的生肉 转头来到水池边 开始是碳性地品尝起了牛肉的味道 围在外边观望的工作人员 都愣在了原地 土狗护食尚且凶猛难缠 更何况是这么多老虎呢 这下就算胆子再大的工作人员 也不敢轻易进入虎猿内部 残废之后的母猛牛 就这样被群虎分屎 掏成了一具白骨 老虎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母猛牛之所以能和这么多老虎 长时间对峙 一来是因为人类的干扰 阻挠了老虎的进攻 二是因为老虎习惯了圈养 失去了部分影性 只是没想到 这头母猛牛为了真结 竟然宁死不去